用暖時間來帶您嘗嘗人氣雞湯 是網路溫度計 透過大數據分析了 發現有十大人氣雞湯火鍋是備受歡迎 不管是滿滿膠原蛋白的濃稠雞湯 或是甜甜辣辣的蘿蔔皮辣椒雞湯 還有爆炒牛肉石頭火鍋 都各自有擁護者 安格斯牛小排放進純濃雞湯 涮四到六分熟 撒點玫瑰鹽入口軟嫩鮮甜 東風東鍋名列十大人氣雞湯火鍋 第五名 主打的純濃雞湯大有來頭 採用日月潭的紅玉紅茶雞當作原料 另外使用高溫高壓的設備 體煉出十二個小時才有這麼濃醇 且味道不搶食材風味的雞湯 另一鍋鳳凰這箱高湯口感清爽 也是招牌湯底 這回排名第四的萬克石鍋 從臺中紅到臺北 主打的石頭火鍋也是韜客最愛 麻油老薑爆炒 大量蒜頭再放入烏骨雞 蔬果青湯蛤蜊 爆炒蒜頭蛤蜊烏骨雞鍋 濃濃散香跟蛤蜊的鮮 喝光整鍋湯也不意外 剝皮辣椒烏骨雞鍋 辣辣甜甜 冬天夏天吃同樣開胃爽口 我用剝皮汁跟剝皮辣椒下去做鍋底 然後用大火讓它就是把汁爆香出來之後 再加上雞肉 小魚乾香油漿 蔥段先煸香 再放入鳳梨 米酒拌炒 土雞腿肉 海鮮高湯下鍋 所有食材精華濃縮在湯裡 或是客人必點的爆炒 牛肉鍋也是店裡招牌 第六名食言室充滿道地台味 十大人氣雞湯鍋各有擁護者 農委會統計 二零二一年國人吃掉八十四萬公噸雞肉 飼料成本低溫 平流感等因素 近期雞肉短缺 也讓價格上揚 雞腿肉跟雞湯的話 漲幅大概兩成 多了兩成 那雞湯比較誇張 雞湯多了四成 那但是基本上 我們就是自己吸收 我們也不會長 不會長在客人身上 店家自行吸收 不想增加消費者壓力 毕竟薪水都沒漲 要是再漲價吃不起 就怕經營無法 細水長流 記者林氏達 黃石芬 特別報導 明鏡ец 節哉 石芬 浮 龍